各位大家好我今天要介紹的是 如何讓你的筆記電腦當成一臺電視螢幕使用 那很多人一定會說 哎呀這筆記電腦他這邊有一個 HDMI的這個洞嗎這邊 然后呢你假如這樣這個 多媒體播放盒比如說什麼中華電視的 MOD的HDMI 這樣接進來 然後這樣子電腦就可以當成螢幕使用了 這當然是不行的啊 為什麼 因為啊這個電腦的這個HDMI的洞 他是HDMI的輸出 也就是說啊他是將你的電腦的這個螢幕 打到你的電視或打到你的投影機 他是顛倒的他是輸出不是輸入 哦啊我們因為我們今天要的是說 讓你的電腦變成一個螢幕 所以這個洞必須要輸入才可以 所以啊你就必須要找這個市面上的這個 HDMI的視訊擷取卡 什麼是HDMI擷取卡 以我們公司這個febom 179 plus 為例 這支HDMI擷取卡 這邊就是有個HDMI輸入 然後這每個HDMI輸出他這個環出嗎 然後HDMI輸入的時候他就轉換成USB輸出 連接到電腦 好那我們今天就連接三支不一樣的擷取卡 一支是我們公司的 febom 179 plus 擷取卡 一支是那個 臺灣某家A公司的擷取卡 還有一個是 大陸號稱4k的這個擷取卡 然後把連接到電腦上面來當螢幕試試看 那我的視訊來源是接一個4k的這個 藍光播放器好 那把接到這個HDMI輸入的地方 我們打開這個電腦的這個OPS 打開來 好打開來你看到這個畫面 然後這個影像就是來自於這支播放器的畫面 那我也可以全螢幕我就用我的手 這樣子全螢幕 好這時候你的電腦就成為一個 真正的螢幕了 大概就這樣子吧 可是啊有很多的細節要考慮到 並不是說所有的都可以連接那麼成功 好那我們現在連接別隻擷取卡試試看 然後這一支是這個 大陸的這個4k的擷取卡號稱是4k啊 我把它換過來 HDMI把它接進來 好接進來 然後把它轉換成大陸那一支 的場景 好一樣有畫面哦你看又有影像 聲音有影像 那一樣可以全螢幕 好 一樣是可以有畫面啊有影像 這個當螢幕使用 好 那我們現在來換換這個 台灣的一支擷取卡 台灣的這個 A公司的擷取卡是這一支 接上去有什么問題 看一下 他發現有一個問題就是有個叫hdcp的保護 好 那很難免嗎就是因為你這個藍光的dvd 他會有這個hdcp的保護 那可是我們現在換一個別的裝置試試看 我們用一個ipad來試試看 這是ipad嘛 那ipad我們把它接一個hdmi的輸出的頭 我們來試試看會不會還一樣有這個問題 這個 hdmi輸出 然後接過來這邊 接過來 這樣子 我們再把obs關掉 再開啟 你看 還是要出現這個hdcp的保護 這個ipad沒什么为什么還有hdcp的保護 那我們來試試看我們家的擷取卡試試看 接進來 接到這邊 然後換到這邊 你看 就有畫面出來了 那我們今天這集主要就要探討說這個擷取卡對於這個視訊擷取到底有什麼差異 比如說 大陸的那個4k擷取卡他是真的4k嗎 那為什麼有一些的視訊來源比如說像這個ipad 他可以在 我們家擷取卡可以使用在大陸的可以使用然後在台灣某家 擷取卡是不能使用的 那到底hdmi 的格式到底有哪一些好這是第一件我們要討論的事情 第二件事我們要討論是說 好拿那個擷取卡之後要怎麼在電腦的obs上面做設定 這是我們今天主要的兩大重點 好首先我們第一件事要講的是hdmi擷取卡的差異 我們先來說說看這個hdmi輸入的這個解析度 像這種視訊設備這個是4k的播放器 還有這個是sony的攝影機他都有hdmi輸出嘛 這種視訊設備他的hdmi輸出 通常目前最高可以到4k60幀或4k30幀 那一般來講主流來講是1080p 那 這個hdmi輸出之後連接到這個hdmi印的地方 有一些人說啊他的擷取卡是4k的 比如說像這一只中國大陸這一只他號稱是 4k的擷取卡 但是啊他的這個4k是指什麼 他是指說他輸 他可以吃4k的訊號 他可以吃4k哦但是他並沒有說後路哦 你可以吃4k但是你出來一定是4k嗎 沒有因為他裡面他愛是會轉換 所以我們稱為這就是叫 假4k擷取卡 他可以吃的了4k 但是他吐出來的是1080p 好通常是這樣子 那以目前來講主流的4k的擷取卡 是指真正的4k的擷取卡是說 他吃進去4k 吐出來是4k 但是這又分成兩件事要討論 有一些的4k擷取卡又比較 兩光一點就是他的4k 印只能吃4k30幀 如果你給他4k60幀進來的話 不好意思他還是沒辦法出來是4k 以我們公司這支擷取卡來說 不管你是4k60還是4k30進來 他都可以吐出4k 他這個4k是指4k30幀出來 所以你要怎麼分辨真正的4k擷取卡 就很簡單 你要看他的輸出的地方 像這個usb輸出 他到底是不是真正的4k 如果他輸出能夠真正的4k的話 那表示是真正的4k擷取卡 你這個主流的就usb3.0的界面來看的話 目前只有看到4k30幀的這個 輸出的uvc的擷取卡 這個我們就接上這個真正的4k的這個 播放器 然後接到我們在febom 179的擷取卡 我把聲音打開來 好 然後把弄成全螢幕 好 看一下哦 這是我們公司的擷取卡 我們可以抓到真正的4k 這邊是4k嘛 你可以去抓 這邊有108MP或這邊有三 你看有看到一個選項 3840乘2160這個選項 他的畫面就變很大了 有沒有看到 另外呢我們來換換別的擷取卡看看 我們把這個視訊來源接到這個 大陸的這一支 假的4k 進來 你看哦他的這個畫面是多少 你看我們仔細看到畫面 他是多少 他最高只有到1080p有沒有看到 這邊1080p 這樣子 這個假4k擷取卡他就是 他可以吃4k可是吐出來就是1080p 好這是第一件事情就是 呃什麼叫做假4k擷取卡跟真4k擷取卡的差異 那另外一件事就是說哎奇怪為什麼 有一些的畫面 有些擷取卡無法吃到有些不能吃到 這我就不能講太細了啊 因為他就是有一些hdi訊號有些保護 通常啊這種攝影機類的東西 他是沒有保護的他是可以吃的到的 好 那我們來試試看這支攝影機 應該都可以吃的到了 然後我們再把接到這個 我們公司的第一支擷取卡 那因為 因為這個畫面是1080p 所以說我們必須要再調為1080p才可以 1080p 所以我們這邊是本來是3840 2160要把改成1080p 這樣就有畫面 好 你看這樣子就有畫面了 ok好 那我們這時候再換上這個 剛剛每次都接失敗的這一支 台灣a公司的這一支擷取卡 我們來試試看 我們把這個視訊源接到a公司這一家的 接進來把obs關掉再開一次應該就有畫面了 到a公司這邊有畫面了嘛對不對 所以啊這個 擷取卡選擇很重要就是 你在接這個視訊來源的時候你要必須要注意說哪一些的畫面 是有保護的是不能被擷取卡吃到了 以我目前測試來說 這個這個一定有嗎這個叫做藍光dvd 這個藍光dvd對於這個 這個 大陸的這一支是沒有問題的啦 他是假式可以是可以吃的到 對我們公司是吃的到沒有問題 這個ipad的畫面 這個ipad的這個畫面 在我們公司的擷取卡也是沒有問題 然後在這個 大陸這支也是沒有問題 啊只是說這個a公司就很奇怪這個 ipad嘛他也沒什麼了不起 為什麼還有保護就不知道了 反正哪這個 總結一下就是說 你這個擷取卡 不是你想像中的那樣子啊 就是你可能接 你可能上來接那個中華電信的這個MOD 或者是家裡第四臺的這個 這個視訊畫面 啊這些你都要考慮到說這些HDMI有沒有被保護到 如果你被保護到的話你就沒辦法在這個 電腦上面 看電視這樣子 因為你就 很麻煩啊就是還在破解就對了 這很麻煩 所以你要在電腦上面看電視要特別注意這個保護的東西 好啦我們來總結一下我們公司這支febom 179 plus的限制條件 第一個輸入源是4k 不管是60還是30 進去之後 他都可以 變成4k 那個4k是30 這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他也會往下降降到1080p 720p沒有問題 好 如果我的輸入源是1080p進去 那我的話輸出的ubc的畫面 最高也只能1080p 你可以 也可以720p也可以640480p都沒有問題 不可以到 4k30幀 ok大概就是這樣的限制條件這些 很重要啦因為很多人會誤會了 如果你真的變成4k30怎麼辦你就在你obs上面用軟體方式把它 scale up上去 因為那也是假的那硬體做也是假的嘛那都 只是看你在哪邊做而已啊 大概是這樣子 第二件 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 如果大家要拿 電腦來收看這個mod 或者是第四臺的機上盒 你可能要注意到有些hdmi是有保護的 這時候並不是說所有的擷取卡都可以使用 因為有些會被保護 那什麼呢比如說像這個藍光dvd 中華電信的mod 還有像這個ipad 他ipad他出來的畫面也會有被被保護了 所以你也沒辦法收看到 好大概要這樣子 那我們接下來要告訴你說怎麼在obs上面做設定 這個是famo 179 plus的USB輸出 USB輸出請你連接這 這個usbc的線連接進來 然後這邊有個hdmi in跟hdmi out的地方 hdmiin就是接 視訊來源比如說你可以接那個ipad的畫面啊 ipad的hdmi輸出 或者是攝影機啊 或者是什麼dvd player啊或者是安卓電視和什麼的 然後這邊output這邊可以接 環出你可以再接到你的電視去看 通常我們 我們不會用這個功能啊 你也可以再接到電視沒有問題 那這邊還有一個監聽你可以用一般的那個 手機的那種 那個3.5mm的那個耳麥插上去是可以聽到聲音的 你還可以在外接一個麥克風 這是3.5mm三環的那種麥克風 這個擷取卡是USB3.0的 你要連接到USB3.0的電腦才可以使用 好如果你的電腦不是3.0他是2.0 那我出貨會送你一條USB2.0的延長線 接上去之後那就可以連接到你的電腦 那當然啦你變了2.0之後你的畫面最高就只有720p 20幀還30幀左右 那畫面的 解析度就會縮小 那你的電腦是3.0的動的話 那你保證畫面一定是3.0 我沒有測試過不管在Ninus還是mac或者是 在這個windows都可以使用好 我們把這個接到你的電腦上面去3.0的動 接進來我們再打開obs 好你這時候再新增一個場景 這邊一個場景的新增一個 好那現在這個場景之後你看這邊哦 這個場景裡面有什么內容 內容在這邊 就加 那我們擷取卡是什麼是擷取視訊裝置這邊擷取視訊裝置 你就打 隨便取 然後這時候你又可以看到這邊有 4k 的擷取卡這一支 抓上去 第一次使用請你先用自訂 然後呢抓這個1080p 先抓1080p 第一次使用先抓1080p 然後呢 這邊選最高 然後這邊選這個nv12 這樣子 然後呢再抓聲音 擷取音效輸入 這邊是擷取音效輸入不是輸出哦 是輸入擷取音效輸入 好就抓179的audio這名字也是隨便擬取啊 然後去抓這個 叫做4k這一支 好 抓到了這時候呢你就把你的這個 視訊來源 接到你的擷取卡 HDI IN 印的地方HDI IN 接進來 好你現在看到畫面嗎 可是奇怪你怎麼沒有聽到聲音呢 很簡單 你這邊的時候 這邊有個這個輪胎這邊 按下去 然後這邊有個叫做監聽 這邊把打開來 輸出監聽輸出這邊 打開來 這時候你就可以聽得到聲音了 啊你聽聽看 好 有沒有這個mod的聲音 會灌到你的obs上面聽得到的聲音吧 ok 然後呢我們要全螢幕給你看一下 好 全螢幕很簡單你就你用你的滑鼠 右鍵 這邊有個叫做全螢幕 這邊 這邊全螢幕打開來 哦你看到 有沒有這樣就全螢幕了沒有 所以啊用這個方法你就可以讓你的mod 你在想的是中華電信mod 然後就可以在你的這個 電腦上面觀看 而且有有影像有聲音 剛剛啊我是用這個電腦obs 讓他全螢幕當成電視螢幕使用 我現在啊 除了讓他變成全螢幕的電視之外 還可以做錄影 如果你的這個多媒體播放來源是4k60或4k30的HDMI輸出的話 我可以保證在你的電腦obs可以錄到4k30幀 在電腦obs上面啊請你要先確認你的輸入來源 因為我們要錄的是真真實實的4k 所以這邊 視訊來源我們抓4k的這個擷取卡這一支 然後呢這邊請你選這個自訂 然後去抓 解析度 你不可以說齁你這邊解析度抓很低 然後呢再把它放很大這樣不好 你要用的是真真實實 4k 的畫面 3840 x 2160這樣子 好然後這邊的格率就選最高 然後這邊選nv12這樣子好這時候呢你還按設定 設定這邊有一個這個 影像 你這邊也要打 用手打3840 x 2160 那你第二個也是打3840 x 2160 那這邊要打30幀 那按套用之後 確認 再一次 這邊有一個我們剛才是這邊有影像打3840 x 2160 3840 x 2160 輸出這邊也要改錄影這邊一樣 打3840 x 2160 那選nvidia 如果沒有的話就選其他的 最最好是選nvidia 按確認 好我們來真真實實撥一段來錄影一下給大家看一下 好按 play 好然後呢這時候你就可以按這個錄影 這時候你就可以開始按錄影這邊錄影這邊 這邊開始錄影哦 好我們來把這個錄影的畫面把play出來 停止 然後把這個obs先關掉 然後打開來剛才錄影的地方 這個 來這邊 好我們來看一下他的資訊 3840 x 2160 30fps 我們看到這邊 這邊 好 那用我們這個方法我們就可以 讓我們的電腦 同時當成螢幕之外 還可以做錄影 這個錄影是4k的 如果你的這個多媒體播放額是4k的 HDI輸出的話我們可以錄影4k的畫面 謝謝大家